來到新竹 最有名的就是酒匠風了 你不吃吃虧過 你不吹 我不吹 好可愛喔 小郎哥哥 彤彤姐姐 你們在做什麼啊 我們想說新竹 既然是封城的話 那酒匠風很強啊 我們要稍微演一下風很大啊 風好強喔 你們手上拿著什麼啊 是的 為什麼只有你們有柿餅可以吃 他們有很多自己去拿 真的耶 好漂亮 好多柿子喔 對啊 好想吃柿餅喔 走走走 我們下去拿 盡量吃 走 我說哥哥姐姐 你們真的很愛演耶 後面的路人明明就做得好好的啊 新竹的酒匠風雖然大 還不至於會把人吹跑吧 話說這吹了酒匠風的柿餅 可是新童的名產喔 哇 這隻蜘蛛也要吃 來 你好 這怎麼長得不太一樣 對啊 這個可以吃了嗎 還沒 大家先別急 聽聽婆婆怎麼說吧 還沒啦 她剛剛做完SPA而已啦 SPA 柿子也要做SPA 這只做SPA 她還要做日光浴 日光浴 還要給她馬殺機 馬殺機 妳怎麼這麼幸福啊 是啊 來到這裡的柿子都很開心 下輩子叫她可能要當柿子 第一次聽說 柿餅還要做SPA耶 快帶我們去參觀吧 你是我們剛剛採的柿子耶 新鮮的柿子喔 可是那個婆婆在做什麼 在地裡頭 對 是不是阿婆年紀有點大 好像挖得不是很乾淨耶 對啊 我看都沒有全部挖起來耶 這個 挖這個地方 不能全部挖掉 全部挖掉不行喔 因為她是在保證這個事情 別小看這個簡單的驅滴步驟 是必須靠經驗的喔 亂挖可是不行的 要做SPA之前跟人一樣 要先脫衣服 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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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速 好 按一個按鈕 轉… 好迅速喔 你看 一壓 就滾下去 再一顆 很方便喔 我要買一台 我家裡是要削蘋果一樣 用這台自己削 嘿嘿 這柿子削皮機很方便啊 交一次大家就上手啦 柿子削完了皮 然後呢 沒想到來這邊除了吃柿子 還可以做SPA 我毛巾都準備好了 焦糖哥哥 這是柿子的SPA 又不是你的SPA 沒有關係喔 我進來看看好不好 真的嗎 不管怎麼樣 你都要跟柿子一起做SPA嗎 沒問題的 天然的芬多姬 YA 那就送焦糖哥哥進烤箱囉 炭烤式 好熱喔 好燻喔 好嗆喔 我都要吸香腸喔 好熱喔 好熱喔 好多這個木材的味道 我本來想說 上面只要刀柿子的 我現在要反悔了 我都要刀柿子了 我要出來了 焦糖哥哥還真是異想天開啊 削過皮的柿子 要送進烤箱烘乾兩個小時 而且真的是用炭火熏烤喔 烤完還要風乾日曬一天 再推進去烤箱烤 反覆八天才能做好獅餅喔 經過了兩個小時的煙燻炭烤 終於好了 我不好 這樣子之後要做什麼 要做日光浴 要放到架子上給他做 我要做什麼東西 他要曬多久 有太陽就曬 有太陽就曬 但是他要曬 像這麼大的要曬八九天 八九天 對 天天都要曬 天啊 我們吃的飾餅看似簡單 原來這麼費工啊 是 請問有沒有看到我們的彤彤姐姐 跟兩個小朋友嗎 好 在那邊的樣子喔 好可惡 要自己吃飾餅不等我 再大力一點 再大力一點 好 彤彤姐姐 KIKI KIKI 你們在做什麼 按摩 為什麼要按摩 幫柿子按摩 你不要開玩笑 走啦 幫柿子按摩 走走走 我是彤彤姐姐 人家說幫柿餅按摩 不是要幫你按摩啦 還不趕快來幫忙 好 士兵婆婆要怎麼幫他按摩 來 張拇指在這個地方 地頭的地方 然後往他屁股的地方這樣壓過去 壓過去 你要記得他的肉有沒有這樣跑出 這樣往旁邊這樣擴張出來 這樣 有時候他眼睛動到喔 哇 真是想帥耶 當一個士兵真是太幸福了 不但能做三溫暖 還有專人慈喉按摩 好舒服 士兵棒耶 好棒喔 而且除了吃士兵之外 還有冰棒可以吃喔 很好吃喔 我的是洛神口味的 不過士兵婆婆 為什麼我看他有 發霉的士兵啊 對啊 這樣對嗎 那發霉請我們吃 不是耶 這個是最好的 叫做士霜 士霜 我看一下 他們白白的是什麼 士霜 它是 中藥材又叫它士霜 它這個呢 好啦 為什麼 因為你們是 要講話講很多對不對 要吃這個 好猴啦 紫盒罵譚嘛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八九天這樣 這個叫士兵 然後它要再晒個五右天 它是這個樣子 但是它那時候還沒有霜 然後放在冷藏室 讓它舒舒服服的享受冷氣 好啊 三個禮拜 好啦 現在我們趕快來享用吧 一口柿餅 一口冰棒 這樣的組合吃法 還真是享受呢 大口吃柿子冰棒 吹著涼風 某某小玩家 按個讚 人生都太美好啦 今天某柿的玩家 在新竹 為皇位 狐猴 國藏 進來 中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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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藏